觀眾朋友你好 上禮拜五時現今院長賴清德先生 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正式宣布新北市的深澳電廠停建 理由是在桃園觀塘這個已經通過環屏的中油天然氣第三接收站 因為環屏通過 所以第三接收站所供應的天然氣 可以替代掉深澳的發電量 這個時候很多人說還不錯 而且同時行政院長賴清德也宣布 在台中的火力發電廠第一到第四號機組 四個藍煤機組以後叫做要備用 因為要改成燃氣 那根據台電的說法 包括說總懸浮威力 包括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 可能有很多可以降到一半以上 也許空汙因此有救 可是另外一部分 很多環團以及民眾要問 奇怪 上禮拜之前在說台灣缺電 特別是說台北新北北部缺電的問題 非常嚴重 所以必須要蓋這個深澳發電廠 怎麼一夕之間用柯P的話 怎麼台灣就不缺電了 另外一點呢 因為這樣子所謂的深澳不蓋 因為第三接收站可以起來的這個說法 也讓很多人質疑 如果說整個能源政策 可以這樣一夕翻盤的話 又如何可以說服民眾說 觀塘的第三接收站 是叫做非蓋不可 如果說中油的一到四號在台電 抱歉 是台電在中火的一到四號燃煤的機組 可以突然說不要燙啊 該做備用 整個叫做退場 改成燃氣的話 又如何能夠說服民眾說 之前政府口口聲聲的說 這個燃煤現在沒辦法大幅的降低 所以空汙沒有辦法馬上有效的減少 還要給政府更多的時間 種種專業的能源政策 專業的空氣污染的評估 是不是遇到選舉就會改變 不過另外有人說 阿家才有選機啦 否則呢 通通都是中油台電說了算 今天再來同深澳停建 三接通過環瓶藥蓋 以及中火要來減少空污 談談整個臺灣的能源政策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綠盟的副民事長洪申汗 申汗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歡迎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 召集人潘中正潘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來自臺中真好氣的這個很重要的發起人 主婦聯盟臺中分會的職位許欣欣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副執行長蔡忠岳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先來看看深澳停建很多人覺得這應該肯定 但真的停建嗎 因為環瓶已經過了 是不是真的停建 因此部分的立法委員 以及環團呢 要求說你要撤銷環瓶 為了不讓深澳電廠有認可啟動新建的可能性 15號下午立法院未還委員會 由藍綠立委共同臨時提案 要透過程序徹底廢止深澳電廠的環評結論 委員會特地等待經濟部長沈榮金前來修明 經濟部表示程序必須先由台電公司提出 經濟部也要向行政院提報 台電減具不開發理由之後 由經濟部轉送環保署才能依法廢止 經濟部說明廢止環評結論程序複雜 需要時間最後協調在兩個月內完成 並刪除興建預算 但環保團體要求不只要廢止今年三月 才通過的環差結論 更要廢止2006年早就通過的環評結論 而在地居民也表示 唯有深澳電廠確定不開發 台灣的能源轉型才走得下去 環保團體認為政府在深澳電廠的新建上決策反覆 讓人民無所适從更浪費發起公投的社會成本 因此十一月三號仍如期舉行在凱道的遊行 就是要讓執政黨有所警惕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很有趣我們來看看 經濟部能源局呢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他上的新聞稿都沒下來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是在十月十一號的時候 其實也就是上禮拜了 十月十一號 經濟部再次嚴正澄清深澳電廠更新計畫 可以確保全國電力供應穩定 改善區域電力供需平衡 十月十一號的新聞稿 講說外界講說這個備用容量只有百分之零點一 這不一定不一隻 這假新聞 在十月十一號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部能源局在他現在網站 大家去看還是看得到 講說深澳絕對不能被替代掉 非常非常關鍵 過了一天 一天而已 十一月十一號 然後到了過了一天 十月十二號呢 再發一個新聞稿 說經濟部已經決定停建深澳電廠 後續呢 將區域供電平衡原則下 穩定電力供應 我請教一下深翰 因為長期關心臺灣能源政策 這跟潘中正潘老師說 好像在前兩人翻過來翻過去 其實說實話 我們當然都有看到這個 很明確的一件事情 這就是政府的 在能源政策至少在深澳的這個計畫上面 的轉向跟改變 這是一個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沒這麼 我沒有這麼負面看待這個事情 我都沒負面看待這事情的意思是 我認為這其實就是 臺灣民間跟公民力量 在深澳這個案子上面 確實 逼迫著政府 修正了過去錯誤的政策 OK 這個是因為 民間的力量跟公民的力量 包括北部的民眾 遭令有錯 細改又何妨 對 它確實出來的時候 這個政策是有錯誤的 我們很清楚知道 說實話我並不意外 深澳後來的庭建 因為我們從去年的六月 開始關心深澳電廠的問題以後 不斷的拿它跟臺灣的能源政策 去做非常非常細緻的核對 你都發現深澳電廠這個計畫 它的必要性是很低的 在一個這個必要性很低的過程裡面 過程裡面當然是 我說從三月到四月到五月過程裡面 說實話我們有一度覺得非常非常的生氣 因為行政部門 確實在很低的必要性的狀況之下 把它的必要性在對外描述的時候 又誇大了 所以這是行政部門當時 其實為了護航這個案子 而做出來的錯誤的描述 但回到實質上面 這個案子的必要性就是很低的 所以剛剛在說這個政策的轉向 我當然我們並不樂見 我們也不希望看到所謂 所以剛才所謂的這個深澳換藻礁的這個說法 我說如果先撇除這件事情 先不談觀塘 先不談觀塘 先撇除這件事情的話 深澳的轉彎 其實我認為這是民間的環保的力量 公民的力量的一次有成果的行動 帶來的結果 不過鍾委我也要請教你 這個應該是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這一張手版是我們在三四月的時候 半年前做的 我都沒一個字都沒改 其實也沒時間改的 那個時候 行政院長賴清德跟政務委員張景深 張春貴副作已經走了 所以這個是之前的 在大概快半年前說 深澳為什麼非蓋不可能 說北部需求的電量 佔全台灣的四十趴 雙北用電最多 可是自己供電只三十四趴 剩下六趴怎麼辦呢 就是要中電北送 南電北送 從中南部送電上來 所以要早一點解決這個問題 不解決北部發展會受限 也就是臺北缺電 臺北北部是缺電的 政務委員講的也很清楚 張景深說 當時他說 如果你不要蓋深澳電廠的話 北部五個縣市 你要具體承諾結電百分之十 才做得到 當然這很難嘛 所以深澳非蓋不可 我們再來看看後來的一些發展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環評大會呢 通過深澳電廠更新擴建案 那清德院長呢 在四月的時候說 深澳可以解決北部供電不足 那北部就剛剛念的了 其他都是要由中南部來提供 那如果說呢 在十月五號的時候 賴清德院長呢 開始有一些改變 說如果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能滿足供電的話 會請經濟部評估 停建深澳 剛剛一開始開場就在想說 如果深澳呢 是可以停的 是可以一夕之間 經濟部能源局呢 在十月十一號的時候說 非蓋不可 過了一天呢 就說不蓋也沒關係 這個評估到底是怎麼算的 其實就像剛剛深翰有提到 其實我們之前在轉 因為深澳本來要能發電 就是這個時間點應該都抓在二零二五 才能正式供電 就一切順利都蓋好 到能發電是二零二五以後的事情 都不是說今天通過了之後 隔個零明年就可以公天 所以其實我們之前在說 這個台灣在缺電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被轉容量比較低 其實也不低了 現在已經大概六趴左右 明年可能會回到九趴以上 這些現在這個數字上面 現在沒有三接沒有深澳 就被轉八趴了 最近都是八趴以上 明年都十趴 對 所以其實剛才講說 其實過去經濟部在算這個東西 在二零二五之後 坦白說那個被用容量率 有沒有深澳 基本上都是在這個十四趴以上的數字 所以整體來講 這個深澳到底能帶來多少電力 在最開始通過的時候 我們就不斷地說 其實深澳影響都不是短期內的電力 是二零二五之後的電力 當然這件事情 跟用電成長的估計有關係 因為到二零二五之前 如果台灣對於節電 這件事情不努力的話 坦白說 用電成長持續地成長 或超過我們的預估的時候 有可能到時候電力供給會有問題 可是透透以來講 這個深澳本來就是二零二五之後 才能正式地發電 對我們短期內 大家一直有這個缺電的危機 這件事情來講 其實是不是一個很具體的事情 所以從一開始 我們就講說深澳 它不管是用什麼 新的這個燃煤的方式來做 其實對於供電這個問題上面 並不是一個很緊急的東西 那當然行政機關其實在這個十月五號 丟出來可評估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 又評估的結果就出來了 那這個事情當然是我覺得 就像剛剛提到 這件事情是像這些數字 數據或者是這些實際上的東西 是民間多年來的 這一年多來 就不斷地跟政府溝通 然後訴求 希望可以造成這個改變 那當然剛剛提到這個北部供電的狀況 確實現況下來講 北部的供電可能並不是靠自由 現在也不是靠北部供電 自己的電廠為主這樣子 所以確實就有這個電力運輸的問題 就從中電 縱使今天深澳加進來的 這個現在有大概六成 要靠中南部供應這個事情 其實並沒有發電量大到說 這個六成就可以解決 所以應該是說 我們到底台灣 這個整個能源供給的系統當中 這個運輸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做一些處理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其實因為我們 對於這個燃煤發電造成的 這個空氣污染的問題 其實是大家一直都很關注的 所以其實整體的這個燃煤的目標 今年大概上半年都還有四十三 四十四趴左右的燃煤 這是在二零二五 就包含深澳蓋了之後 就二零二五的供電 希望可以燃煤降到大概三十趴 這就跟那個中火的降載 現在新達在做高雄 這個新達電廠在做環評 他是希望把兩個燃煤機組淘汰 變成燃氣機組 有很直接的關係 所以大體來講 這個供應的狀況 在能源局自己的那個電源開發計畫裡面 其實深澳本來就是一個不必要的東西 所以這就是一個 我們講說是一個正確的政策 而且不見得是要用觀塘來換的 所以我就說 我站在一個不懂能源的人來理解說 不可能兩邊都是對的 不可能上禮拜四之前 說北部缺電非常嚴重 非深澳不可 如果深澳不蓋的話 那個北部缺電的問題 沒辦法解決 就必須依賴更多更多的中南部的電 不可能上禮拜四的說法 上禮拜四之前的說法是對的 然後上禮拜五之後 行政院跟台電又說 其實深澳不蓋也沒關係 這個也對 不可能兩個都對吧 我想跟信中大哥說 其實這個問題真正的核心在什麼地方 不管我們剛才說算備用容量率 算北部自己的自給率等等這些問題 坦白說這都不是台電或經濟部 自己發明一個新的算法 今天我們遇到最大的問題是 其實我們過去其實一直在倡議 今天官方今天台電 應該定期的把這些重要的計算 他後面的資料跟參數 給公開出來 其實這這個事情民間都會算 今天的問題是我覺得我們的這個社會 跟政治發展已經到了今天了 今天其實已經不是官方說什麼 就是什麼的時間點了 今天問題是 今天如果他們可以把背後的 這些計算的相關的參數計畫 都完完整整的公開出來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在一張桌子上面 仔細的來核對 你為什麼是這樣算 你為什麼算出這個答案 你是多了什麼東西 少算了什麼東西 合不合理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這麼很多的爭議 包括是大家對官方 為什麼你一下算OK一下算不OK 其實一個原因 是因為你這個資訊的揭露 其實你沒有完整的揭露 我剛才說其實坦白說 剛才不管是賴院長的講法 在一開始我剛才說了 在四五月的時候 誇大了聲號的重要性 包括剛剛什麼三十四Percent 三十九Percent 其實都不是精準的描述 真正的問題其實 中電北送的問題 其實並不是全年都中電北送 是我們確實在夏日尖峰的時候 是有一些北部確實有一個小的缺口 是在夏日尖峰的時候 北部的最大供電能力 跟北部的用電量 有一個小的缺口 我們那時候一直在說 所以這個小的缺口 如果你是真正要去解決北部 自己綠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針對這小的缺口 就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就好 是深澳不是一個最好的解決的方法 我們當時其實已經說了 不管是太陽光電 不管是尖峰的節能 不管是某些部分 甚至需要一些燃氣OK 但是深澳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但是我剛才說的這些認知 你看信聰大哥說 看起來他好像突然 一戲之間就一個很大的翻轉 其實我覺得要彌評這個 大家對於你這樣評估翻轉 不信任的 是你把你的資訊都打開來 民間今天也有計算的能力了 是 所以大家在一張桌子上面 把每一個參數怎麼使用 怎麼帶入 弄得清清楚楚 其實就可以彌評這種 大家對於片面資訊 認知上面的 不信任的問題 這個又是可能 又是台電給的資料 那說實在 我的疑問就是說 如果可以這麼快的 突然間 我不曉得是不是為了選舉 因為當然要選的人 一定說不是為了選舉 那外面的人一定都說為了選舉 不過從樂觀的角度說 也幸好有選舉 所以會有這麼一下改變 包括深奧停建 包括中火 我記得去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還在高雄 在台中做外場 談台灣的空污問題怎麼解決 談到台中的時候呢 幾乎與會者都把矛頭指向 台中火力發電廠 都認為說 中火用大量的燃煤 是造成中部地區空污的 最重要的元凶 怎麼解決 就是要把大量的燃煤改成燃氣 那時候就幫你改啊 這會影響產業啦 這發電會有問題啊 什麼什麼的 突然間上個禮拜五行政院長 賴院長呢 他就說 除了深奧停建之外 台中發電廠 其中的一到四號燃煤機組呢 要叫做備用 等一下 賴院長還用了一個字 叫做退廠 一到四號機組退廠 於是呢 很快的在今天 台電呢 去立法院報告 今天有一個叫 台中發電廠 要新建燃氣機組的 出神簡報 在立法院 在環保署 在環保署 抱歉 這個簡報出來之後呢 說 接下來 在中火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 要新建 要多新蓋燃氣機組 第二個呢 一到四號的燃煤機組呢 要轉成備用 就是除非緊急缺電 否則這個四號機組 四個機組都不用 那這樣的情形下 可以有什麼好處呢 正面效益他算出來了 包括總懸浮為例呢 因為這樣子的改變 整個總懸浮為例的排放呢 一年可以減少一百八十九公噸 一年少掉十二趴 這是總懸浮為例 流氧化物跟氮氧化物 這是很嚴重的致癌物質呢 流氧化物呢 會因為這樣子的改變呢 一年少了四千八百四十七噸 少掉三十二趴 氮氧化物更厲害 氮氧化物因為燃煤改成燃氣 只是四個機組而已喔 少掉了一萬一千零四十一噸 一年少掉了五十一趴的氮氧化物 所以欣欣爭取努力好久 總算達成一部分 不能這樣講 因為其實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臺中市政府就提出 那個管制深媒自治條例 然後當時他還有一個配套 叫做電力業的 電電力設施的這個加鹽排放標準 他有兩個要配套 一方面用管制深媒自治條例 要求中火 四年內深媒的使用量要減少四成 然後再透過加鹽排放標準 他是用就是你必須改成燃氣 才能夠達到的標準 來要求中火 那就逼著他就是四年內 把他把燃 把四部擾舊的燃煤機組 改成燃氣機組 當時打的算盤是這樣 那後來呢 真正送出去的只有管制深媒自治條例 電力業的加鹽排放標準 沒有送出去 一直拖到今年 才又拿出來 然後說 預計今年底通過 然後四年後開始實施 那我們覺得說 你在裝校圍嗎 你明明三年多以前 你就拿出來了 你卻中間怠惰 有三年不動 然後現在才又跟我們說 你又拿出一個新措施來 那個就騙老百姓 再來這張臺電今天拿出來這張 污染空氣污染物的減量的表 我們是我是個人是覺得很懷疑 我覺得不太合理 因為如果你是四部燃煤機組 轉備用 等於就是不用對不對 對 那等於是不是就少了四成的發的 煤的使用量 對不對 那你的相關的污染物 是不是都應該等比例的少四成 為什麼總宣服威力只能少十二趴 然後流氧化物也不到四成 那氮氧化物雖然超過四成 是到五成 但是很很奇怪說 他這個情境是 新建兩座超大的燃 燃氣機組 燃氣機組 他還是有氮氧化物 然後那兩部燃氣機組 他的發電量 他的裝置容量其實是 相當於四部多的燃煤機組 所以這個比例 其實我都 我是懷疑他這個數據 我不曉得他數據到怎麼算 減到一萬多噸 因為可能他沒有把燃氣加進來 對啊 這很奇怪 理論上他的情境是新建燃氣機組 那但是因為這個計算 會變得很複雜 可是您是否同意 上禮拜五賴院長所說的 在中火的部分四套機組備用 不用 然後改成燃氣 我們覺得第一個臺電的信用很差 因為協和電廠 他今年一二號機組 就已經被要求是轉為 就是所謂的備用 緊急才能發電 但是他一直在超時發電 甚至還希望能夠解禁之類的 所以以臺電這樣一個沒有信用的公司來講 他說要轉備用 我們對他沒有信心 我們就你如果讓他備用 難保他不會重啟 所以我們覺得要一棒打死他的最 最好的方法就是除疫 只有燃煤機組減半除疫 才能夠確保就是我們的 這個這些燃煤機組不會再死灰復燃 除疫的意思就是萬一全臺大跳電 萬一天然氣發生什麼問題受不到 我們這四部燃煤也不能用 不是啊 你燃煤本身他的生載很慢 他可能從停爐到啟用要兩天吧 他沒有辦法緊急用 他向來過去向來是機載 一天是好 不不不不 就是說他的他的那個靈活調度性是很差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是認為說 因為臺中這個臺中電廠 他過去幾年 他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火力發電廠燃煤電廠 那這兩年被南韓跟中國那邊趕過去 他現在應該是排名到第四吧 不過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在深澳呢 很多環團還是對環保署 或者經濟部不信任 所以呢 儘管行政院長賴清德說 深澳電廠不蓋 但是很多環團還是要求 那你直接撤除掉這個環評 那在中火的部分呢 儘管行政院長說備用就是退場 但是呢環團還是認為 那你乾脆整個把它除疫 可是看起來呢 最最最大的問題 現在還是出現在關堂 因為呢 所有的推論 不管是說深澳不蓋 乃至於中火減煤電機 都是在關堂第三接收站 非蓋不可 我們來看看在下個月初的時候 環團還是要發起上街遊行抗議的活動 其中最關鍵的就是藻礁面臨到浩劫 終結深澳電廠 就算行政院長賴清德已經宣布要停建深澳電廠 環保團體依舊擔憂 政策出現法夾彎是為了選票 就怕選舉後深澳電廠仍會興建 要求政府將深澳和關堂案還評一併撤銷 行政院長賴清德在關堂案通過環評後 就宣布深澳電廠停建 遭環保團體批評政策一改再改 根本是兒戲 還有環保人士指出 關堂案還評是在李登輝時代通過 當時的桃園縣長是呂秀蓮 炮轟民進黨只會推卸責任 環保團體認為政府決策反覆 不只讓人民無所適從 還浪費了發起公投的社會成本 因此堅決11月仍要發起凱盜遊行 要讓執政黨有所警惕 不過我們來看看其實關堂 還是有一個很大很大很大的變數 也就是呢這個是農委會林務局 委託了中研院台北大學 城大東海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等多名學者 共同要來去研究南桃園藻礁的生態體系 對於生活產業的影響 他用了一個名稱 這個研究案的名稱叫做藻 那個藻礁的藻 藻回南桃園的李山海 那李山應該就是一個要永續經營的一個概念 從今年三月開始要做十個月 也剛好就是在年底的時候 十二月要來公佈調查結果 預算一千多萬 這是林務局發出的一個委託案 那如果說真的發現這個地方 剛好要開發的地方呢 是有非常珍貴的保育類動物的話 依法所有的開發要停下來 所以潘老師還沒絕望 其實保育類動物去年就已經出來了 那出來了之後我們有申請化為保護區 但是我們的中央和地方主管機關 通通都互相推諉 他們就是不化設 我們環評委員甚至在質疑他們 比如說質疑桃園市政府的農業局 那現在是海管處 就是說人民申請了這樣的要要求化設的時候呢 你們是有義務要去做一個審議的過程 你們做了沒 他們說沒有 沒有委員認為這是毒質欸 那如果去年這樣沒有做 拖到現在 我認為你發 你再去找到再多的 其他的一級保育類動物 我認為他們可以用相同的態度對待 不過去年發現到 不管是什麼阿基礁啦 或者是多貝孔珊瑚啦 或是魯胸醇啊 這些生物的時候 那其實是個別的學者 去做自己的生態研究 但是這個在年底要發表的是 農委會林務局委託 是官方的委託學術案 如果說這個學術 結果是真的 他是重要野生動物的棲息地的話 地方政府跟中央 可以說我還是不化保護區嗎 如果真的是另外又再找到 一級保育類或者什麼特別珍貴的物種 我認為可能還有一點談的空間 但是我知道現在呢 一級柴山多貝孔珊瑚呢 就在那個潮間帶齁 大概下潮帶的 靠近潮間帶的最遠端的部分 再往裡面要去找 說實在不太容易 那地方的生態呢 他就是一個複合帶 然後過去之後呢 就可能是沙埋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些特殊的地區 所以我認為 關鍵還是在就是說政府的態度 因為我在今天的未還委員會裡面 聽到官派委員之一的 就是農委會的副主委李退之 他公開表明 他說這一次的調查呢 跟還評是平行的進行 沒有問題 但是呢 最後會是以還評的結論 來做這個開發 可見呢 這個座呢其實有一點像虛應 虛應故事 你們還團要好我就給你經費去做 但是呢 他不影響還評的結果 那開發不開發呢 這一個調查結果 不影響還評結果 我覺得他可以開發 你比較熟還評 這樣說得過去嗎 就是說 就算農委會林務局委託的學者 做出來這個地方 有珍貴的一級野生動物保育類的 但還評已經過了 儘管那是由大多數的官派委員 所通過的還評 依然可以不理會最後的這個研究成果 其實因為等於他等於兩個案子 同時在跑 所以一般來講 是還評委員在過程當中 當然可以要求 因為其實還評裡面 本來就應該要做生態的調查 可是因為其實觀塘案 他是環差跟環線差 同時跑 所以他其實跟一般 我們認為那個一階的環評程序 其實是有點落差 但一樣的這些東西 他是應該可以被拿出來 當成是一個議題來討論 那當然 其實在於就是因為你有其他的 環評法是一個系統嘛 對不對 可是做這個這個保育類這些相關的這些法案 是不同的法案 所以他當他如果發現的時候 其實他化成成為保護區之後 縱使是有新舊的問題 理論上講保護區 他還是有一定的法定的效果在 所以他當然不見得是要綁在環評程序內 一併處理所謂的這個生態的這個問題 或者他可能不一定生 就其他開發案可能會有一些 譬如說交通的一些上位計畫的問題 可能是要在環評內被參考 可是環評內多半討論的是 對於環境具體的影響 然後如何去避免 那當然因為觀塘案 他其實是環差跟環線差 所以其實這些題目 如果我們在一般看到像這種 有瀕臨保育類在環評裡面跑的時候 多半都會因為有重大環境影響至於進二階 然後在範圖界定裡面 就可以處理這些東西 可是因為這個案子等於是先前已經通過環評了 在十幾年前就通過環評了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環評的這個成鵝 就是關於老舊已經通過的環評案 要如何的處理 一直以來都比較困難 所以才會有深奧之前那個舊 新案比舊案好通過 所以沒有在法律程序上 沒有任何可能性 所以是因為年底的這個學術研究案公布 假設他真的是非常重要 一級保育類的動物的棲息地 但觀塘還是可以繼續開發 程序上面大概有幾個可能 一種是譬如說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應該有環評委員提到 這樣財產多倍恐竊 不用環評委員 民間就很明顯地把這個訊息告訴 就一直講說有這個案子 你要等這個案子出來才能環評 環評他如果不處理這個東西的時候 坦白說 因為現在其實關塘案這個環評 其實會走一些訴訟程序 到底環評裡面 要不要界定這個東西 這個界定之後 是不是具有具體的效果 這是一個環評的法規裡面 有這個這些東西可以來處理 環評法規外面 因為其實關於便利保育業 就譬如說我們的相關的 這個野生動物保育法 他能處理的項目 就不是跟環評法之間 他並不是一個綁在一個體系裡面 所以當然他如果發現了這個 有兵違的這些保育類的時候 其實確實有不同的法律程序可以跑 可是其實在剛剛提到這些減媒 或者在提到這些東西的這個研究案 的過程當中 最大的困境可能都還是這些資訊 如何透過一個比較公正的機制 來共同來討論跟審議 環評確實已經提供了相對於 因為我們知道任何的開發案 他其實可能要跑一百個程序 可是只有環評內 可以來做公共討論 所以好像大家都聚焦在環評裡面 可是明明譬如說這個經濟部 做這些電源開發計畫的時候 怎麼就沒有民間參與的過程呢 怎麼就沒有去評估這些保育類動物呢 其實應該都應該放在不同的程序裡面來跑 阿聖漢 我就以小人之心 萬一啦 因為這個案子 而使得關堂無法開發 剛剛我們談到 上禮拜五賴院長的說法 基礎是在於說 三接順利開發 天然氣順利拿到之後 深澳可以不要蓋 中火可以減煤 萬一這個案子不過的話 是不是深澳又要蓋 中火又沒辦法減煤 我自己是這樣看這個事情啦 第一個是說 我們現在有兩個接收站 在台中跟永安 兩個接收站 從我自己的角度來看 我認為北部確實是應該要增加接收站的設施 北部增加接收站的設施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當然是它是提供這個天然氣的來源 第二個是在區域的風險管理上面 也是一個必要的事情 這是一個前提 可是第二個我想說的事情是說 當初在提出觀堂案以後 其實有很多民間的學者 不斷的提出許多的替代方案 這個不同的替代方案裡面 包括台北港 包括服飾接收站 那包括林口港 甚至服飾接收站還覺得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搭配 多拉海管線等等等這個方式 去做一個替代的這個做法 我自己的觀察是 在這幾年的時間裡面 中油一直非常強硬的杯葛 這些替代方案浮上檯面 成為真正被完整評估的選項跟可能性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說 我認為如果我是經濟部 如果我是經濟部 我現在一定是需要同時啟動 這些替代性的做法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感覺 坦白說 在觀堂這個案子的過程裡面 尤其最後的這個程序上面 確實很有機會是會被 這麼多的環境律師 給挑出程序上面的問題的 但是你也不能說 你把我這個動 如果行政訴訟撤銷了 或者是怎麼樣 我就一翻兩正也沒辦法 我今天如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或負責任的政務官 我電還是要穩定供應 我還是要穩定供應 我其實有些政策目標 還是要盡量努力去做到 所以這時候我覺得我們還是是希望 我們也還是會持續的推動 這些相關過去其實認為的替代性的做法 或替代的方案 我說我們北部確實是需要接收設施 燃氣的接收設施 從我的認知裡面是 但是這些替代性的做法 包括我認為比方說我覺得 短期來說 我這個可能要短期做服飾的接收站體 那中長期可能再搭配台北港的這個做法 這個不管怎樣 不管你覺得觀堂怎麼樣 但是這作為一個 這個替代性的方案 我認為現在其實 以目前的這個程序 跑的這個狀況 確實是有 不是不可能在行政的程序上面 被訴訟被司法來阻斷的 是 所以我認為後面的這個替代做法 其實恐怕也同時應該啟動 這也是一個相對比較負責任的能源政策 也是補回過去幾年民間不斷的提出各種替代方案 但是都不斷的持續被中油很粗魯的 是很草率的 是清帥的 杯葛直接草率的清帥的認定成不可行 後來這些不可行 都被更多的證據發現 原來不是那麼不可行 原來是有些機會的 原來做一些調整 不是不能一定不能做的 但是這些事情在一開始的時候 中國就封鎖這些可能性 我覺得到現在這些案子 其實恐怕 我們還是必須關注這些替代的做法 是不是應該我們還是必須持續的推動 是 那做這 我說這些事情 都是希望去達成 我們剛才說 不管是能源轉型終極的目標 不管是不缺電 不管是減煤 不管是各種不同的價值在這裡面的方向 我覺得以一個負責任的這個政府 恐怕同時都是要有所準備 不過就像上個禮拜四之前 經濟部一直講說聲鬧絕對不可以被替代 因為聲鬧實在太重要了 可是到禮拜五呢 就是說其實可以被替代掉 但是到目前為止 包括中油 包括經濟部 包括整個政府部門都說 第三接收站非蓋不可 絕對不能被替代 不過這個說法 是不是還有那麼有說服力 這恐怕見仁見智 但我們來看看上個禮拜 我行政院長怎麼說的 說既然經濟部 已經通過仔細的盤點 停止興建聲浪電廠 因此行政院也同意 經濟部的決定 停止興建聲浪電廠 同時他也講說 台中的這個發電廠 從第一到第四號 然後機組 藍煤機組呢 就可以退廠 他直接用退廠這個字 不過退廠不是廚藝 退廠是說 放在那裡 如果正經開陷的時候 就可以緊急來使用 那經濟部也談到說 整個退廠的說明 包括觀塘 剛剛我們談到 三階呢可以提供四百二十八萬千瓦 燃氣機組需要的天然氣 除了大潭三百萬千瓦機組需要之外呢 還多出來一百二十八萬千瓦 可以取代掉 深澳電廠一百二十萬千瓦的機組 這時候很多人聽不太懂 深澳是燃煤 儘管他說是超超零件 但是深澳是燃煤 觀塘是燃氣 燃煤可以替代掉燃氣可以替代掉燃煤 除非他蓋新的燃氣電 他是說觀塘三階蓋了之後 可以提供四百二十八萬 那如果大潭了不起 只能燒三千萬千瓦 三百萬 三百萬 那剩下一百二十八萬是要拿去哪裡燒 其實他的計畫應該就是 要在北部 在既有的這些電廠的土地上面 恐怕是要再新建新的燃氣機組 譬如像林口啦 林口是燃煤 中火都可以燃煤變成燃氣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是在既有的電廠用地上面 來增建新的燃氣機組 因為燃氣機組的增建 其實速度是相對比較快的 但是現在目前經濟部的說法 是說還沒有決定 要在什麼地方 北部的哪一個電廠用地上面 去增建這個所謂的燃氣機組 但是從環保團體的角度來說 我們當然是希望今天深澳 如果他退場了以後 那我剛才說在尖峰的時候 有部分的局部的缺口 我們當然是希望以再生能源 或節能優先的方式來去完成它 但是我們當然沒有完全排除說 你絕對不可以再有 未來絕對不可以再新的燃氣機組 因為你有可能新的燃氣機組 都可以讓減煤的部分 可以再多做一點減煤 這是有這個好處 可是我們還是比較希望是說 如果就能源轉型的概念來說的話 還是希望優先以再生能源跟節能 如果有不夠 再來想燃氣 這是當然是從這個環境的角度 從環保團體的角度 再想思考能源轉型 是比較好的優先視訊 我們再來看看中火 如果四部燃煤機組停用 然後改成燃氣的話 對於中部的空污 真的會有非常大的幫助嗎 來看看 台中發電廠空污排放量大 常遭環保團體與周邊居民 抗議室最大污染源 為了回應名義 台電公司提出要新增兩部燃氣機組 既有燃煤的一到四號機組 轉為備用 減少深煤使用 開發案15號下午在環保署進行初審 台電強調這樣做 總懸浮為例的排放會減少百分之十二 淡氧化物更會減少百分之五十一 設施這個燃氣機組之後 我們既有的燃電機組就更大的 更多的這個降載調度的空間 也規劃要自建天然氣的接觸站 那這些設施都是在台中 電廠的既有的空地 下午在會議之前 環保團體也來到環保署前陳情 表示樂見台電以燃氣取代燃煤機組 減污 不過要求台中電廠應先 將老舊燃煤機組減半淘汰提早除液 以免以備用之名為重啟留後路 我們是樂見燃氣機組趕快起來 然後但是燃煤一定要先 一定要同時除液才能夠斷開中電 北宋的鎖鏈 台電強調會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來降低污染 煙囪也會提高到一百五十米 提高擴散效果 但環團認為案件 應直接進入二階 接受更嚴格的審查 記者臺北報導 我們再次很快來看看 如果依照台電說中火四部燃煤機組 改成燃氣的話有什麼好處 包括總懸浮為力可以降十二趴 包括流氧化物可以降三十二趴 包括氮氧化物可以降三十二趴 我們再來看看其實這一次台中市長選舉 很重要的議題就是空污 我們來看看包括林佳龍跟盧秀燕 提出來什麼樣的政策 林佳龍說他在施政的時候 已經根據深煤管制條例 核減減少了中火深煤五百萬噸的許可量 未來目標是二零二零年要減少四十趴的用煤量 然後台中的PM2.5要降到聯合國的標準十五維克 加速推動中電中用區域電網 作為能源改革的正點 再來盧秀燕談的時候 一年要減一趴火力發電廠的發電量 透過公投然後呢 停止中電北送中電呢 只能中部使用 全國的限電要排除台中等等 我再請教一下欣欣 其實選舉之前大家說很多 其實賴清德賴院長一句話 就四部機組沒了 呃其實應該是說 依照深煤管制條例 他如果在二零二零年確實減少四成的 深煤使用量的話 其實是不是就形同四部機組 所就備用的狀態 對不對 好 那到那個時候 燃氣機組還沒起來 那個時候是不是中火的空污排放量最少的時期 可是等到二零二三年 第一部燃氣機組起來之後 多了一百三十萬千瓦的這個 淡氧化這個燃氣機組的淡氧化物排放量 然後再隔一年又再增加淡氧化物 其實所以反而如果中火的燃煤機組 沒有再繼續減少的話 反而這兩部燃氣機組起來 會污染是增加的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是其實後來我們發覺奇怪 那這樣的話應該是 新的燃氣機組 因為二零二零年 就已經少了四成的用煤量 等於形同四部機組就在降 就是屬於類似備用備載的狀態 對不對 因為你少了四成的深煤 那時候他可能是調度 他是用調度的方式 但是你全年的發電量是 是減少的 那你到了你的新增加燃氣機組的時候 其實是會增加大量的淡氧化物 反而對台中來講 他還是有很多的 P2.5的那個 那個衍生物的這個園區 那個什麼 怎麼講全區物質 所以我們認為說 理論上應該是 如果藍氣機組再起來的話 應該要再繼續減 那個就是實際要除液 可能可能不只要減半 要減更多 所以我在一起 整個污染量才能夠降低 所以我在一起 你並不反對改成燃氣 但是你要求說四部不夠 要減更多 是 而且要減更快 對 如果我們用十成來看的話 林佳龍市長 他說的是二零二零年 減四十趴 對啊 賴院長是說二零二三年 四部基礎那個備用 這中間還有三年的落差 是 那其實這三年 可能就是台中 可能就是中火 污染排放量最低的時候 如果順利解釋成的 狀況下 那反而燃氣機組起來 是增加大量的 氮氧化物的 這個排放 所以這次不 今天我們在中火的環評會上 去提醒台電跟環評委員的部分 就像深澳 舊的深澳已經沒有了 現在是屬於零污染的狀況 你零污染狀態 你要變成 有一個新的深澳出來的時候 是從無到有 是 是 對不對 那對我們來講 這個燃氣機組 他也是 對我們來講也是會 一個從無到有的狀態 那你如果沒有減掉更多的 燃燃煤機組的時候 他的總總那個氮氧化物 會比二零二零到二零二三的 排放量很高 在上禮拜五之前 賴院長還沒講中火的政策 之前 林佳龍已經具體承諾 到二零二零年呢 整個中火呢 要這樣子下來 那賴院長談的呢 其實要增加燃氣 所以你會擔心 整個排放量會再這樣上去 淡氧化物的部分 因此除非在燃煤的部分 下降的更多 在往下降 你才能加上燃氣的部分 是 沈翰 其實按照目前的一些計算 我講一下計算 其實如果今天二零二五年 我們的燃煤要降到三十趴 這個現在的燃煤是四十五趴 降到三十趴其實是減了十五趴嘛 對不對 其實這個減的幅度 其實比減核能還大 核能現在才十趴上下 減的幅度比核能還大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減的幅度 優先的是放在老舊的燃煤機組 比方說中火 比方說新達 比方說賣療 如果我們把這個減的幅度 減的額度 優先的放在這幾個電廠 優先讓他們來減的話 二零二五年 中火的燃煤發電量 可以是現在的三成而已 可以是現在的三成而已 所以剛剛欣欣講到說 減四成對不對 我自己認為 如果我們做得到二零二五年 總體燃 全台灣總體燃煤降到三成 那如果是老舊的燃煤電廠 優先來減的話 其實是可以 就按照我說 在計算上面 是可以燃煤用量 是可以現在的 只剩三成 減七成 只剩三成 那只是現在問題就是說 減燃煤的這件事情 其實它的真正的變因 是來自於我們燃氣增加的速度 我們再生能源起來的速度 是 跟節能的速度 這三項 燃氣的速度 再生能源速度 跟節能發 節能進步的速度 它會決定了 我燃煤可以減少的速度 是 我前面這三項 越快 越積極 我燃煤可以減少的速度 就越快 實際上 因果關係是這樣 不過這個部分也要請教潘老師 我們用這三個大餅圖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這是二零一六年的整個發電的比例 燃煤呢 高達百分之四十五 那三十二是燃氣 其中十七是核能 當然這個裝置容量 或是那個其他的這個計算方式 可能大家會有不同的見解 不過 按照台 經濟部台電的說法呢 就是在二零一六年呢 燃煤佔了四十五% 啊不是要減煤嗎 要所謂的製造 這個圖是錯的 但是這已經修改了 這個有修改了 這是去年 去年五月的資料 是 可是後來去年已經改掉了 所以這是 中間這一塊是錯的 所以我們預估二零二零 燃煤不會占到五十% 不會 現在可能是 也許 目前在預估上面 可能是四十三 四十二 所以會降 對 到二零二五希望可以降到三十 對 可是能不能降到三十 幾個關鍵 最重要是燃氣能不能快速的上來 再生能源 以及再生能源 可不可以快速的上來 但中間就牽涉到第三接收站 是否真的可以保護住藻礁 同時讓我們的能源 達到最後可以減煤 甚至是零煤的目標 我們再來看看 臺灣的能源政策 經常是專業的人說 你不把你說這都不專業 可是民間對於所謂的專業 也就是台電中有的說法 又是充滿了疑問 我們來看看 行政院長賴清德十二號 宣布停止新建深澳電廠 政策大轉彎 經濟部也已經同意 停止新建深澳電廠 行政院也支持 經濟部說明 觀塘三接完成後 未來每年可供四百二十八萬千瓦天然氣 扣除給大潭電廠的三百萬千瓦 多出來的一百二十八萬千瓦電力 足以取代深澳 天然氣取代燃煤之後 二零二五年的天然氣發電佔比 預計會超過五成燃煤低於三成 次長曾文生表示 預估二零二五年電價成本會調漲百分之一 電價大約是每度三塊錢 除了宣布停建深澳電廠 賴葵也宣示 若台中火力發電廠兩座天然氣機組 二零二三年順利完工上路 中火一到四號燃煤機組就可退場 只留作緊急使用 不過中金院前董事長梁啟源之一 能源過度集中在燃氣很危險 除了中油蓋天然氣接收站 台電也打算自建台中港接收站 以及轉型基隆協和電廠 未來全台可能有五座天然氣接收站 天然氣的管理又是新的議題 不過潘老師就是說 當然如果我們過度依賴天然氣 那天然氣的穩定以及國家安全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可是無論如何 我們現在所有的減煤路徑 就是第一個 節電的部分要起來 第二個 再生能源 風力發電 太陽能 這個要起來 第三個 燃氣的部分要起來 那不是又跟 藻礁觀塘充在一起 我過去就一直有提起就是說 如果經濟部長今年二月一號 他說的 因為柴山多貝孔珊瑚卡環平的關 那麼現在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也來不及應付二零二二年大潭電廠 八號機組的那個需求的話 那三接即使不做 我們天然氣是夠的 二月一號就說來不及 拖到現在又多了半年了 那等於說今年 他是不缺 已經是可以用調度面解決了 那我們看能源局他們的相關資料 天然氣的需求呢 到二零零 就是明年之後呢 就不缺了 不缺甚至到二零二五年 我們發現到 你把三接的六百萬公噸 每年六百萬公噸扣掉 我們還有兩千六百七十萬公噸 比當年的需求 也就是已經評估過 我們未來天然氣佔比 是佔百分之五十的狀況之下 他還多出三百五十萬公噸 如果還多出三百五十萬公噸 不缺天然氣 你為什麼一定要買藻礁 這是我們一直跟他們要求 你可以開個聽證會嘛 來讓這些資訊都公開 這樣我們環團也服氣 真的臺灣缺天然氣 非該在藻礁上不可 或者怎麼樣 看看大時候大家再討論 你不能說不缺了 你自己說可以用調度面解決了 你還繼續要這樣做 又不願意跟民間溝通 我要說這份資料 是九月二十四號自由時報的資料 他們有一個叫做謠言終結戰 等於是中油提供資料給他 中油提供資料給他是九月了 他們那時候已經開始接受賴葵的 所謂九月要通過環評的這些 開始大量的打廣告 這個廣告是怎麼打呢 他說如果三接不做的話呢 我們二零二二年七月 大產電廠八號機主要使用的天然氣 就會不夠 可是明明你就說可以用調度面解決了 怎麼還出這個訊息呢 而且就算你蓋了你也不夠 對 也來不及 是 那如果他說如果不夠的話呢 會怎麼樣 會在當年造成我們的被轉容量率呢 只能達到百分之八點九 這一點讓我更覺得太可惡了 如果現在百分之六或者百分之八 我們都說電夠了 今年以來一直都是說 大概五月之前大概是百分之三左右 那個時候你說不夠大家相信 那後來六月之後他就說夠了 然後還甚至讓那些什麼大戶 原來說要什麼節電的那些 他們也暫緩了 那現在就算到八 他們也都認為是非常夠 那八點九怎麼會不夠呢 如果真的是八點九不夠到我們法定的 他們認為是百分之十的話 我的看法是總統站出來 行政院長站出來鼓勵全民節能節電 來補這百分之一點一 然後救我們的藻礁 這是不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認為政府應該有這樣的一個態度來做 周委你怎麼看 第一個是潘老師剛剛的說法 第二個又回到一個公共政策上 其實就是導致現在這個問題 在上禮拜四之前 台電的說法就是說深澳非蓋不可 如果不蓋的話多嚴重多嚴重 台灣真的缺電啊 北部電電電率不夠等等的 過了一天就說可以不用蓋 同樣道理現在又說三接非蓋不可 如果不蓋的話多嚴重多嚴重多嚴重 我就說這在政策溝通上 似乎完全是兩條天平線 永遠交不到極啊 我覺得我們政策的溝通上面 其實很常陷入這個選擇題 有三接蓋或不蓋 可是剛剛其實深翰有提到 過去這些替代方案當中 你三接是希望可以有這麼多的天然氣儲存量 但是他這些東西是可以切割 不是說只能在這個地方 或只能在這個地方有一定的量 這些替代方案的選擇 他其實就是有可能不會有辦法 立刻達到現在三接蓋好的 一個的天然氣的這個存量 可是你把它分散開來 在不同的地方做一些不同選擇 他會是一種路徑 但我們一直以來都喜歡用交換 這個換那個這個換這個 其實所有的這些能源題目 他都不應該是變成是這樣子選擇題 就譬如說剛剛提到這個中火的這個降載 其實在這個環評的前一個禮拜 在處理也是星達電廠 是南部高雄這個地方 星達電廠這個地方 也是希望燃煤氣組 燃煤的機組轉成燃氣的機組 因為南部的空污其實不同的數據 其實算起來 其實南部也非常非常嚴重 那你不應該讓變成是好 那我今天是要先降中火的 還是先降星達的 因為林佳龍選情比較嚴謹 所以比較比較有狀況 所以我先來處理這個東西嗎 本來就不應該政府 他應該提供的是完整的資訊 而不是變成是中部跟南部的居民 到時候會被吵架說 我應該先降星達 你應該先降中火 為什麼是先降中火 不是先降星達 星達其實有降 星達也是在做這個環評的過程 就是他把燃煤機組 要轉成燃氣 把星達兩個老舊機組 像剛剛申漢提的 先把既有的老舊的 污染比較大的這些機組 先汰換成燃氣 其實那個整體污染的量 就可以先降下來 因為有舊的跟新的 他處理的時間也不一樣 所以你應該把這些數據 或是這些資訊 甚至計算的方式 這些空氣污染這些 像PMN5這些排放當量 他就是一些基本的計算的能力 民間有學者 民間有專家 其實可以一起攤開來來算說 那到底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減到多少的 這個空氣污染的排放量 那我的能源要用什麼東西補上來 所以坦白說 這些專業資訊 現況下來講 民間就已經有非常多的能耐 可以一起來共同處理 不應該把這種污染之間的東西 變成選擇題 讓民間去對立 或深澳跟藻礁的選擇 這件事情本來就不應該是選擇題 參開來有不同的方案 有不同切割的方式 可以來處理的時候 真是能源轉型很大的一塊 就是要同樣註定民眾 一起採用這個方法 謝謝 老年人口越來越多 快樂變老有可能嗎 一個人生病 可以不必拖垮全家 善用資源 省錢省力 聰明照顧家人 媽媽每天去日照 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那我自己除了 雖然在工作 可是這也是我最大的傳奇 的一個時段 十月二日期 每週二晚上八點 請鎖定有話好說 你知道有家褲子嗎 不知道保險箱 不知道保險箱 不太多媽媽她們在 你要鎖在保險箱幹嘛 家族的背景是很神秘的 真的啊 暴龍哪裡有羽毛 對 因為他們有看到 一些骨骼是有羽毛的 所以不是所有我們認識的 都是 他的羽毛很小啊 好像那個台中科博館 就有在介紹 所以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應該是不知道 你到現場 你看應該可以知道 我有羽毛 到現在我們出庭 暴龍才知道他有羽毛 感謝主 感謝主 謝謝 謝謝你們 沒有讓你們失望 謝謝 公視2018 10月給你滿滿的精彩影片 週六下午4點半 聽聽看 帶你去看無礙手耳 目擊手耳的進步 體驗手耳的無礙 聽聽看手遊韓國系列 週日下午5點 青春發言人全新系列 探討YouTuber盛名與壓力 討論各類青少年議題 青春發言人全新第二季 週日晚間10點 人生劇展 搶檔嚴選 淚迪卡卡 最美的風景 夜務員之死 賽哥賽哥 公視人生劇展最新系列 週六晚間11點 公視表演廳 雲門舞集45週年 關於島嶼 十三聲 補夢 公視表演廳 雲門舞集45週年 十月鎖定公視就有好事 年輕人 一百二一首 天史 整項 百二百二十 李 天簽 長 四千